Hello 大家好 那我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有跟各位介绍 如何将一根铜线焊在这个不锈钢管上 就在这边 那有看过影片的人应该还记得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 我们今天终于要来揭晓答案了 那我今天就要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地线 这个我们就可以拿来当地线 那今天的影片呢 因为牵涉到电的问题 所以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还是老话一句 非专业人士请不要学 你看看就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用 我来跟各位示范一下 我们找一个土地 像我这个花园 我们就把它挖一个洞 把我们这个棒子把它埋进去 那在埋进去的同时 我们加一汤匙的这个盐巴 然后再倒一些水 倒一些水 好就这样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所谓的地线 那地线我们做好之后呢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示范一下 就是说 我手上有一颗灯泡 这一颗灯泡 那灯泡大家都知道嘛 你要点亮这个灯泡 你要有两条电线嘛 好 这边一个正极一个户极 那我们经常讲就是说 户极呢要接地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户极这一端 我们绑在我们这一条 我们已经换好的这个铜线上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正极这一端 拿到我们的插头去把它插起来 我来插给各位看 好 那你如果插电 那个灯泡没有亮没关系 因为那你就是插到地线了 你就换另外一个插头 插下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各位看 这样的话这个灯泡就亮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正极过来 经过这个灯泡这个屋丝 然后户极接地 这样就形成一个回路了 这个就是所谓标准的接地的一个地线 那为什么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原理呢 我们 我们打个比方 譬如说 你在你的家里 你的这个门口 如果有 100公尺的地方 你想要拉一个灯泡 事实上你 并不需要用到两条线 你如果锁上只有 你如果锁上只有 只有一条 100公尺的电线的话 你一样也可以把这个灯号点亮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而已 请大家不要学 这个只是个示范 那今天的地线的介绍就到这边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